接下来就要问一下魏晨了 你会体察老婆的这些情绪问题吗 这不是基本素养 有道理 哄她 我最近发现一招特管用 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因为我老婆特别喜欢宠物 就是猫 小猫 然后我老婆如果生气的话 我就开始跟小猫说话 你跟小猫说话 你会怎么样 就是我说你看她怎么回事 她怎么不开心什么 对 跟小猫说 就是还是投其所好 她怎么不开心了 你说我要怎么样能让她跟我说话 对 类似这样 一个台阶 就蛮有意思的 所以说要赶紧的生个宝宝 对 就是这种笑话 以后就跟宝宝说你看她怎么累